应客户要求今天咱们看一个尔湾的公寓 包括它的投资属性怎么样 咱们都会在这个视频里讲到 大家好,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Chris Liu 独立产权的公寓在整个大洛杉矶都属于比较少的 这个是一个新的楼盘,在尔湾的商业区 那么它从一房到三房的都有 从1200尺到2500尺 大概是从80多万到120多万这样的一个范围 这个地方适合的人群就是在周围上班的这种人 整个这个房子一共是六层 咱们看每一户就像咱们国内一样 就是每一层里面都有好多家这样的一个布局 每一户都有一到两个专属的停车位 但是它自住的属性比较强 对于投资咱们来看 这个是同一个小区里面的成交记录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2019年大概65万买的 2022年最高峰的时候 它是卖了77.8万 也就是大概19%左右的一个涨幅 那么同一时期 尔湾其他的房子平均大概有40%多的一个涨幅 所以这种房子它就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 投资的属性弱一些 但是如果你正好在这边上班或者上学 需要一个这样的房子 那么这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房子都是这样 有不同的属性和适合不同的需求 你像我们有很好的房屋管理团队 管的房子遍布整个大陆山西地区 包括很多年的经验 那么根据你的需求 我们会通过经验和真实的数据 来告诉你什么样的房子是适合你的 今天咱们就看到这里 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单独找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